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Bear 我也是用最简单的食材 因为这一系列我希望每一位的家庭主傅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来煮一個料理那一家人 又可以吃得健康 又吃得开心 又吃得好味 今天我们的食材只是这四样 第一样就是瘦肉 当然也可以有点三层肉 有点肥油 OK 接下来就是大骨 因为我煮的汤 我不加任何味精 因为味精吃太多 味精吃多了会伤眼力会瞎 会伤害我们的眼睛 会瞎真的 严重到味瞎 这是最近科学他们研究出来 以前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吃多味精 掉头发等等 对对对 这是以前大家知道的 掉头发 其实现在他们的科学根据 吃太多味精还会伤害我们眼力 对其实味精是化学制品 所以是很不健康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煮一些好吃又养生的 又可以不会有任何害处的 所以我们用大骨来煲汤 甜 不用味精 一道汤你喝了之后 你发现半个小时你一直找水喝 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有味精 对 所以如果你喝了之后 不需要跑去找水 就代表这是纯正的 纯正的 没有加到味精的汤 对对对 我们今天用到两味药材 第一个就是百合 百合 百合有做清肺 清热解毒 对清热解毒 对我们的肺最好 因为同样是既然雾气这么重 所以吃一些清肺解毒 对这个在我们上海也是用到很多 百合莲子 这些我们用来跟绿豆汤一起煮 来清肺来解热 对啦 吴师傅不但真的是佛学多才年 食材方面也精通 这个就是三百匹 三百匹我倒不知道这位药材是什么来的 蛮搞笑的 我在买这个食材的时候 我就开玩笑 跟他的店员问 你知道三百匹有什么功效 他说喝皮肤的 我吓了一跳 我就对他吓吓 其实也是清肺作用 也是清肺作用 排毒清肺 对我们的肺是最佳的食材 药材 所以对于要清肺的人 可以用这三百匹 而不是对我们皮肤 那因为知道自己讲错了 记住 我们不要讲太多 我们去准备这 今天要准备的 这两位食材 排毒清热排骨汤 排毒清热排骨汤 我们好期待新龙的这道菜 我们首先来切一下这个三层肉 好 如果怕有油 就用瘦肉来排 用瘦肉 其实我在我运动方面的食材来讲 其实这个肥肉脂肪 其实并不会 就是说你单吃这个脂肪的话 并不会让自己 积存在体内 它还是会排出体内的 但是就是不要跟 淀粉的物质吃在一起 最重要还要做一些运动 对 就是说你跟淀粉 比如说你吃米饭 跟吃面 跟这些肥肉一起吃的话 它凝固在里面 就在你的肚子里面 如果你不吃淀粉的话 它这些肥油 还是会排出体外 像胡师傅就不会 因为每天师傅都练功 还听说最近要参加新加坡的 拳击比赛 对 拭目以待 这个灯很简单 只要清洗就好了 清洗了之后 就把它丢下去 这些也要清洗哦 现在我们做一些清理的工作 来咯 走走走 我之前上了很多美食节目 就包括些什么早安 什么时候什么的啦 对 通常我的食材做很多 十几二十样 对 很复杂嘛 对 有些观众就来跟我 Send E-mail啦 Facebook跟我讲 师傅啊这么复杂 我怎么煮 今天我的食材是一样 所以他们看到了之后 就很容易自己动手 对 很简单 会发现到我这边 没有什么调味料 嗯 原因我就是想 我要它的真实的味道 真实的味道 有药料的功效 原汁原味 对 所以我不加盐 我不加香氤 不过等一会儿 我会加一点酒 料酒 花雕酒 对 让它的味道 哇 更加爽 另外一个境界 对 我们现在要用的是 Roman的这个 干锅 养生锅 养生锅 养生锅的特色就是 它具有干锅的耐用 它还有石锅的 砂锅的功效 OK 难怪我看到它里面 它是用石头做的 就好像我们吃韩国那种 石锅拌饭的那种 石锅一粒一粒 感觉很不错 它具有这样的功效 尤其是煮这些药材 药材 哇 这个真的是事半功倍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用砂锅 来包那些中药材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 也是看爷爷奶奶 用那些砂锅 来删那个炉子 来包那个中药材 味道是绝对不一样 对 我们先加入 3000的水分 3000的水分 要加6次 OK 6次 哇 我们水分加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大锅 丢下去 放下去 其实哦 要等这个汤滚了之后 再加下去 我们拍节目就快一点了 对 如果在家里你有时间 你让汤滚了 大锅再放下去 滚了才放下去 对 放下去 现在 这个瘦肉也同一样 三层肉也好 瘦肉也好 排骨也好 都可以 同样是等滚了 滚了才放下去 我们做节目就 快一点了 快一点 对 省时间了 OK 这药材 也一起下了 所以要 达到更好的功效 先让你这个窩的水 滚起来了之后 再丢下去 好 来 我们现在 就可以 拿来这里 我们把它放下去 开大火 这个大火我们煮一个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 转去温火 小火 小火 再煮多一个二十分钟 如果家里没有时间等 煮一个三十分钟就可以拿上来喝了 如果你要熬出它的味道 再用温火熬多一个二十分钟 熬多一个二十分钟 那时候你就觉得香香甜甜的汤料理就好了 我们先来设一个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好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喝茶聊天了 对对对 很快哦 时间一下子就滚了 二十分钟了 我们用大火原本是讲说三十分钟嘛 这个大火已经滚了 这时候滚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料酒 料酒 这个窩的好处 它特别的地方在这个盖 看一下看一下 我们不需要打开来 打开来有的时候打开你的锅里的温度就改变了 对 你一开锅 但是这个不需要打开来 直接加在它的盖上面哦 让料酒会自己滴入进这个锅里面 它是慢慢一滴一滴的滴下去 对 这就是把它到我们煮菜时候的功效 对 我们的汤现在已经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一下 哎 我很期待这个汤 其实我们闻到这个香味了 对 刚刚加料酒的时候 它一下去那个味道就已经闻到了 这个砧板其实很好 对 耐热 耐爹 耐敲 耐敲 这样就这样就不会坏 对啊你 哇 你看 赶一赶来了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好 我们就把它盛起来吧 这不但是好喝 好吃 最重要的就是排毒 排毒 养肺 我们的肺哦 如果吸得太多那些哦 不应该吸得空气啊 喝这个汤就很有功效了 对 我们把它包上来吧 原汁原味咯 没有加任何调味料 姜青啊 蚝油啊 什么都没有 只有放料酒 还有料酒的清香 那个味道 有那个清香的味道 大家其实觉得很舒服 那个汤直接入里喉咙 直接的感觉就是 直冲你的肺部 对我还吃到那个百合的味道 对 所以啊 在这种空气乌朗的环境啊 或者是你的工作 可能经常需要接触一些废气啊 废气啊 这个汤绝对是最佳的选择 又好吃又香 又容易煮 对很简单啊 材料也很简单 记得是什么吗 就是大骨啊 大骨啊 肉啊 三层肉啊 还有那个百合啊 还有那个什么皮 300皮 300皮 不要买错啊 有些人给你讲别的皮啊 什么皮什么皮都不是 必须要商业的商 300皮 酷皮 OK 来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